为了遏制不断激增的新冠病例继续蔓延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加州正在拉下紧急刹车 让40个县重新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并收紧该州的口罩规定 根据11月17日出台的新规 人们出门在外时必须一直佩戴口罩 如果他们无法与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 即使在锻炼时也必须如此 规定也标注了例外情况 在以下几种情况之下 个人可免于佩戴口罩 1.单独或单独与自己的家庭成员在汽车上的人 2.独自在办公室或房间里工作的人 3.正在就餐或饮酒的人士 但需与非同意家庭或居所成员的他人 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 4.在户外并与非家庭成员的他人 保持至少6英尺社交距离的人 这些人必须随身携带口罩 如果他们与他人的距离在6英尺以内 必须戴上口罩 5.正在接受涉及鼻子或面部的服务 而必须暂时除去面部覆盖物 才能提供服务的人士 6.要求佩戴呼吸防护装置的工作人员 7.根据其他CDPH指南特别豁免佩戴口罩的人员 纽森表示在过去10天里 该州单日新增病例数增加了一倍 这是自今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 该州出现的最大增幅 截至11月17日 加州共有103万7978例新冠确诊病例 和18,299例相关死亡病例